贸人早上,我和大家说明天视频,我是张浩 在明天视频里面跟大家说说这个MBA Mas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MBA 它这个问题是有短暂的两年的工作时间 然后可以直接申请MBA嘛 这个事情很简单 MBA呢,在美国好一点的,正常一点的项目 通常的年龄,平均年龄是在30岁或者28岁 反正大学统计的不是28,29,30 就这几个数字 所以您就琢磨琢磨,您多大岁数 然后跟这个岁数相符不符合,好吧 您要是说刚22岁毕业,然后工作两年刚24岁 我觉得 不是说MBA这个学历一定好看 你里能在班里,你里能有的书 什么叫MBA,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叫做工商管理的硕士 商科里面确实是其他的硕士都是硕士 只有MBA是MBA,这点我承认 MBA是好听也好看,这点我也承认 但是MBA,你得想想这俩字符合还是不符合 适合还是不适合 这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您一个24岁的孩子,您在MBA的课堂里面 您说什么呀 那MBA,什么叫MBA,MBA是说你有三到五年的工作经验 你算是二十二三岁,你毕业了 你五年工作经验,你再申请到MBA 不正好二十八九岁的年龄吗 所以美国的MBA基本上二十八九岁年龄 高了多了,在班里四十多岁的有了事呢 MBA,MBA课堂里面四十岁的五十岁的都有 大家是有工作经验了以后,把这个工作经验拿过来 然后在班里跟大家之前讨论 MBA这个录取MBA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 叫做Class Building 什么叫Class Building啊 什么叫Class Building啊 建立一个合适的这个课堂 什么叫建立一个合适课堂 学金融的,来俩 学会计的,来俩 学工人链领域的,来俩 学运营的,来俩 学风险管理的,来俩 学国际贸易的,来俩 专业首先来最不同领域 行业也是啊 一样行业来俩 金融服务也来俩 资讯的来四五个 金融服务也来四五个 专业性服务的来四五个 生产制造加工manufacturer来四五个 大家在课堂里面才有的聊呢 才有的交流呢 这是MBA 那有些MBA一屋子 五十个学生 整四十九国都二十二岁的孩子 学什么呢 所以有些美国大学 有些项目我也不想说什么 好的项目一定不是这样的 好的MBA 一定是不水的 MBA应该怎么开 去看看沃顿是怎么开的 那就是标杆 当然了有些学生可能说 那西北大学的也是标杆 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看个M7的商区 S16的商工业校 他们怎么开的MBA 他们里面都平均年龄是多少 你就知道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 不用张老师坐着 在这儿说 你自己看看美国各大 各大的这种顶尖的商工业校 MBA的平均录取年龄 平均录取的分数 平均的工作 他们来自于哪些公司 您心里大概也就有数 好吧 我们每周五个大美费资讯 时间要练习导歌 发购件 FIRSTNAME.LASTNAMEHENNESY.COM 当中和微信念一起到 PCMC,HNS,PCMC,JN,JG,PCMC,R 一场本节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ennes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